第五屆立法會選舉總核算委員會公布總核算最終結果, 在直選中新希望架第二參選人林榮仔會辭取得最後一個議席。 第五屆立法會選舉總核算委員會完成三個組別, 核共五萬二千多張有效選票的重新點選工作。 其中有效選票中,第九組減少了一張有效票, 加上複合所有廢票和爭議票後,涉及三個組別所增加的十張有效選票。 核算委員會說兩次的複合,對選舉的最終排名都沒有影響。 當時這個投票站都已經公布了, 我們複合的最終結果,大家知道只有十幾票, 我們改變了原來投票站自委會的決定。 剩下的幾千張票,我們都是維持了投票站自委會的決定。 24個當選人,依次得票為陳明甘、麥瑞權、 何韻生、施嘉倫、高天馳、 梁安琦、光翠杏、吳國昌、 歐錦申、陳美儀、鄭安婷、 黃潔晶、宋碧琦和梁玲仔。 選舉會說所有組別在9月24日內, 都可以就投票和核算問題, 向中審法院提起上訴。 如果沒有人提出上訴, 必經中審法院核實, 選舉會將會在9月30日, 在政府公佈香港選舉結果。 而美萬英就透露, 在覆核的過程中, 第一、第九和第十三組, 都曾經表示會進行司法上訴, 但核算委員會暫時未收到相關通知。 和電視台記者陳理常報道。